距离哈菲麦的四款新品头戴发布已经过去了各把月时间了 在发布之后 样机也很快的来到了我们原生的门店 经过这段时间的保机与试听 也算是对这几款新品的调音特性和搭配要求 有了大概的一个思路 大家好 我是小干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哈菲麦的这几款新品头戴 首先哈菲麦的发布会一共是发布的四款新品 分别是封闭式的Olivena LE 与三款开放式平板耳机 也就是Edition XV Arena Unveiled与HE600 型号确实是有些多 一口气发了四个 在我看来后两款也就是Arena Unveiled与HE600 拥有更多的声音特质 所以今天我们就着重的聊一下这两款耳机 还记得在一年前我们开玩笑说按照哈菲麦的这个Unveiled的发展的趋势 也就是萨斯芳的HE1000 阿雅都先后推出了Unveiled版本的情况之下 Arena Unveiled应该是指日可待了 结果嘛大家都看到了还真不出所料 我还记得第一眼看到Arena Unveiled的印象 那就是这次哈菲麦总算换设计了 之前的三代Arena在外形结构上并没有太多的区别 更多的只是颜色的不同而已 而Arena Unveiled不一样 我们第一眼看上去 甚至于有一些小HE1000U的感受 两款耳机的面板风格不能说完全一致 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乍一眼看上去不是特别容易区分的 虽然耳机本体与HE1000U极为相似 但是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那就是头梁以及头戴设计了 这一次哈菲麦的三款开放式新品都采用了新的头梁设计 这个头梁对比之前的产品 会具备更好的耐用性 而在耳机接口方面 依然采用了通用性最强的双3.5入线 这两款耳机都只标配了一条3.5的线材 除了头梁的更新以外 还有两点区别 那就是增强磁体以及NU超纳米振膜的运用 这两点都是单元层面的 Arena U采用了与另外几款U版耳机同样的四级思路 那就是Unveiled所谓的揭开 关于这个U版 咱们之前的视频因为已经说过 所以今天咱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应用了Unveiled技术的耳机 在单元层面 我们可以理解为整个单元是完全暴露在空气当中的 没有主挡物的存在 从而可以让声波畅通无阻 这在理论上会给耳机带来更大的声长表现 Arena系列是一个很庞大的家族 从初代Arena到隐形磁体版 再到Nano版本 一直到我们今天的U版 已经经历了多个版本的迭代了 更不用说这其中还有两代Arena蓝牙版 所以Arena这个型号的普系非常庞大 但是无论哪个版本的Arena 身体之间的差异性是不大的 具体来说Arena系列是一种速度感适当 三平能量感略为往中下盘靠拢 横向身长大于纵向的一种三平特征 音色方面是一种中性偏短 人声位置适中 与直白冷静都没有什么关系的音色 这让Arena系列对于不同音乐的兼容性做得非常广泛 堪称是有一些万金油类型的耳机 但是又不是那么的万金油 由于这几代Arena都是平板单元的一个关系 所以在顺态表现上会比传统的动圈耳机更为出色 尤其是在微动态的表达上 我认为平板对比动圈要具备更多的优势 那么最新一代的Unveo的版本 对比之前的Nano版本提升在了哪些方面呢 对比下来感觉主要在于声音自然度方面的提升 U版听起来会更加的宽松与柔和 而Nano版本的能量会有一些略微往两头转移 不过区别不是特别的大 整体的音色表达方式是一致的 所以如果说您已经持有Nano版本的话 那么升级到U版所带来的区别我认为不大 如果说您希望升级一下的话 那么这时候更应该往上看 也就是到阿亚Armio的这个级别 这时候带来的音质提升才会比较的明显 类似的例子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您手持限量图一代 那我不会推荐您入第二代 我可能更会推荐您HS-1900X或者RE900 再比如如果您手持FOCAL的CLEAR 那么我也不会推荐您入新款的CLEAR AMG 更应该将目光转向HD800S或者大乌托邦 我们在选择一个耳机的时候 更应该去选一个能带来强烈差异化 或者说有明显提升的耳机 如果说声音数字差异不大 音色也具备类似性的话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听感就不会有很大的差异化了 我认为这个投入就不是特别的直当了 有点扯远了 咱们回到ARENA UNVIO的上面来 ARENA U的声音就像一条宽阔而平稳的河流 不急不躁 人声方面是ARENA U所侧重的部分 人声的距离感失踪 不会出现过远 或者说人声有毛刺的情况 而且难得的是 男声与女声同时在线 没有出现偏刻的情况 因为在这个价位 我们经常见到有些耳机 故此失彼 比如铁三角的AD2000X 女声的空气感表达是十分到位的 但是男声就感觉有一些明显的体量感 缺少了一点男声的厚度与唇厚感了 而ARENA U就没有这种偏刻的情况 在对比的时候我还发现 虽然AD2000X是一款经典耳机 但是一旦对比之后 就发现AD2000X明显身体薄了一圈了 没有ARENA U那种扎实的声音密度 与氛围感了 在低频方面 我认为HIFI MAN是给予了适度的密度加强 以符合ARENA系列更适合听流行音乐的特质 但是放心 这个额外的加强并不会破坏三频的结构 不存在低频过量 进而溢出的结构性问题 在进行了这个加强之后 低频仿佛得到了真实的重量感 三频的根基也因此更加的扎实了 感谢观看 我认为这种增强对于我们去听爵士乐或者说泛流行音乐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在高频方面 我认为ARENA U高频的空气感还有增强的空间 也就是不像AD2000X那般耀眼 也不像A2000Z那般华丽 但是相对应的高频的信息量更加的丰富了 表达的更加的柔和了 说到这里 我想起一个型号 那就是败亚的1990 Pro一代 这款耳机是一款坚听耳机 以客观严肃中正著称 但是高频的毛次感 我认为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而ARENA U在高频方面是没有毛次感存在的 ARENA U的高频是一种干净明亮的路子 但不是那种凌厉的光线感 更像是被博源过滤之后的日光 柔和但是细节清晰可见 ARENA U有一点我认为需要我们适当注意一下 那就是如果说聆听重金属摇滚的话 比如来自芬兰的陵园乐队 那么ARENA U就要适当注意一下了 因为我发现ARENA U在演艺这种复杂极端的音乐的时候 听起来会有一些乱 不是特别的有调理性 好在大部分音乐体材都没有这么的夸张 但是依然要适当注意一下 此外就是一开始说的 ARENA U是一款横向生产 优于纵向的耳机 那么可能有朋友要想了 横向与纵向我都想要怎么办 好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 HE600 在四款新品拿到的当天 我有快速的对着四款产品进行一个简单的试听 当时就下了一个简单的结论 四款耳机当中HE600最强 这是因为HE600拥有四款当中最高的素质表现 以及透明度最好的身体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代价了 首先HE600是传承制HE6而来 HE6出版大家知道都快成为一个传说了 有点类似于STX的Omega属于难得一见 但是听过都是好的那种 不过HE6对于前端的需求也是非常夸张的一个存在 我之前也试听过原始的HE6 就我的经验来说 HE6的驱动要求不在SASVALLA之下 就是这么的夸张 而到了如今的HE600 总算是降低了对于前端的需求了 不过依然要比另外三款新品都要更高 这一代HE600也用上了新设计的头梁 以及双3.5的接口 在单元上也配备了超纳米振膜与增强磁体 我们如果说猛一眼看上去这个配置的话 会发现与ARNAU的配置非常相似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的 那音质是不是也差不多 答案是大象径庭 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ARNAU是以流行建长 那么HE600就是以一种灵动清晰透明的路子去表达音乐 经常有朋友问 HE800S固然好听声场也大 但是乐器的表现实在是有一些过于得位了 也就是更偏重于严肃感 缺少了一些音乐的生动性 有一些过于注重古典音乐的还原 而忽视了人声与流行音乐的塑造了 当然如果说您喜欢这个专严严肃的底子的话 那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铁栅脚的ADX5000 虽然乐器的表达更为活灵活现 但是对于前端和线材的要求也实在是苛刻了一些 所以长期以来在器乐表现上 我也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选择 一直到HE600的出现 HE600的声音有一种质地 是在拥有高透明度的基础上带有一丝暖液 我认为不是完全的侧重声音的轻盈度与水冷感 否则就是水至轻而无雨了 会显得过于清冷而失去韵味 简单描述一下就是在保证高透明度身体的基础之上 在规整的三维声场当中 以略带暖液的方式自然而染的填充了充足的声音信息量 在音色表达上 HE600更注重空间感的构建 前面我们说 ArendaU更侧重于寒向声场而非纵向 到了HE600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前后左右的空间感都可以被还原到位 我们经常说球形声场 这个概念在HE600上是可以得到一定的体现的 中平方面就像是三谷里传来的风声 质朴深层却不油腻 不会给人过分贴耳的感受 但是也不会出现空洞的局面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耳机在声场的表达上确实不错 但是一旦用来听人声 就会感觉到人声偏远的毛病 而HE600不存在这个问题 可以说HE600很好的在人声与器乐之间取得了一个平衡点 如果说您古典占比30% 流行占比70%的话 那么HE600一定没有问题 高屏方面带有一些微凉与闪耀感 之前我们说过Half Airman的阿亚这款耳机 这款耳机的高屏如果说搭配不到位的话 那么高屏会呈现出一种金属味 也就是欠缺一些顺滑与细腻了 而HE600的高屏 我们这里挖挖一下就是 就像吸水在三件中流淌一般 清澈略带一丝凉意 水流旋洁而又灵动 这可以让高屏表现得非常的生动 这让HE600的高屏表达非常生动 这也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一款经典耳机 那就是奥迪兹的LCD2 LCD2的高屏也拥有类似的特质 高屏延展出色但不刺耳 但是HE600毕竟是2025年的产品 所以在高屏的质感上 在透明度这个指标上 已经不可通日而语 我认为如果说您用HE600去听 吉他、古针、笛字音乐的乐器的话 那简直是在享受音乐 统筋的确定 最后并要将他们的见识 接触一彻似的确定 池格零 之下 来 这样 接触 自贵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低频方面H1600的低频更像是三体深处的回声 不炫烙不张扬 却能够拖住整个声音空间 可以起到一个侧面烘托的作用 虽然H1600的低频弹性是OK的 但是如果说您用H1600去听摇滚或者说RMB的话 低频的氛围与重量还是会让人觉得还差一口气 如果说低频能够再深入一些量感再多一些 那么整体的完成度我相信可以更上一层楼 举个例子 如果说我拿H1600去听摇滚专辑的话 那么H1600会更侧重于键盘手吉他与贝斯的还原 而骨手的存在感在H1600的演义下会不会相对的弱化一些 所以如果说您追求排山倒海的气势感 那么H1600我认为就不太适合您了 如果说我们要将低频打造的根据冲击力的话 那么对于阿方的能量感可能有一定严格的要求 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需要我们多搭配多组合一下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关于低频的评价 主要是针对摇滚以及RMB的 不涉及古典音乐 在古典领域 由于古典音乐的低频是没有摇滚乐 拿办密集与深入的 所以我试听古典交响之后的感受是 H1600的低频表现并不会对于我们聆听古典音乐 构成任何的制约 H1600的优势在于真实与健康 不过分修饰 不可以讨好 也不做任何妥协 就像是在山川河谷间自然发出的声音 带有天然的良意 却又有充足的自然性 介绍完两款耳机 最后说一下该怎么选 咱们不妨从搭配角度出发来说一下 就一推程度来说 Aleana MVU的是一款不难推的耳机 我们搭配一个千元价位的解码耳放 比如玉龙的金丝雀 或者说我们不销售的奥莱尔之类的产品 以及哈菲曼自家的EF499尺类耳放 甚至于力气大一些的尾巴 比如说乐比的WR Ultra 或者说市面上的一些大尾巴 都可以推的有模有样 当然了如果说有条件的话 我还是会推荐您上一条4.4的平衡线 对于大部分头戴耳机而言 我认为平衡连接是有必要的 Aleana MVU的 我认为特别的适合 之前玩水蒸设备的朋友 您手头有尾巴 大推的播放器等等 不怎么喜欢折腾台式系统 同时又想体验一下平板头戴耳机的魅力 那么这个时候Aleana MVU 我认为比起HE600要更加的合适 Aleana MVU更符合 轻HIFI的一个思路 适合追求简单 但好生的朋友选择 而HE600因为存在一定的搭配门槛 我认为更适合愿意在前端设备投入 愿意折腾 愿意花时间去进行组合的朋友去选择 当然如果说您手头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系统 比如GS加小H加TTE 齿内组合的话 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压力了 在HE600的搭配上 首先我们要避开冷静景致 过于严肃的设备 HE600并不太适合 与这种音色去进行组合 因为这会让本来就不多的低频 少上加少 如果说您的设备具备一定的密度 与能量感的话 音色具备暖意与张力 那么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种组合下面的HE600 就像是夜色当中燃烧的炭火 光亮但不要眼 带有温度与厚度 如果说信息量充分一些的话 那会更好 因为这可以将HE600宽阔的生长 用信息量给它填满 整体会更显丰润饱满 如果说您目前有一台随身播放器 想体验一把大耳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搭配一台J10 或者说ES4 无疑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 再或者您的设备 具备一种清澈如水的通透度 那么搭配HE600之后 在演绎女声或者说乐器方面 我认为也是非常独特的体验 这种组合会更加强调 棱角线条分离度的体现 听起来会非常的生动与活泼 甚至于带一些女独特质的 当然了以上两种音色的组合 都需要建立在RFUN具备一定驱动力的前提之下 好了 关于Arenna U与HE600的评测 咱们就做到这里了 这两款耳机在我们原生的门店 已经提供了样机试听 当然另外两款新品 也就是EDITION XV 与OLIVENA LE 也有样品可以试听 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 不妨到我们门店来实际的试听一下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